你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好吓了耶 你在打过你妈妈 墙墙在面前 其实 Are you okay 我看你的时候 我一直看到你背后 带了一个宠物 谁 谁 是哈马金吗 还是 智琳了 智琳 因为智琳现在人在欧洲 做那个姐姐的节目 花样姐的节目 所以没办法来宣传 智琳辛苦你了 还做那么大的人情厉害 智琳本人就是这样子 很俏皮的 你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好下流婚姻 人不是下流网少年 智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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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抢女儿的男朋友 因为我到时候应该已经差不多五六十岁了吧 然后可能说不定万一单身的话 你是说我老公死亡吗还是 不是 就出去玩 而且我敢保证这部戏绝对不是为了要得奖而拍的那种沉闷的戏 让大家觉得说导演你他妈拍的很爽 可是我们观众真的备受煎熬 你再继续这样讲 你想万一有不小心有那种得奖的当然看到我们这段视频 其实你的导演我觉得你们都是伟人 因为你们不在乎观众的心情 就是一昧的要坚持梦想 这件事我觉得真的很勇敢 有的时候我会硬着头 陪我老公去看一些枪战片 可是看的时候 然后他还很喜欢 你知道坐那个椅子会震动 那还会喷水跟喷雾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那还不到那么严重 他就说贝贝你要不要看那个叫什么来这样 什么 速度与激情吗 然后我就说好 然后我就坐上去 然后他电影还没开始 还在那边做那些什么环绕音响的时候就已经 然后他就说 贝贝你觉得如果不够的话我帮你加强 我说谁跟你说不够了 然后电影就一直这样牵 然后我老公就 牵在那边就这样 我觉得泥浆摔角是真的会发生的事情 吞棉花糖常常发生 对啊 画脸常常发生 是 所以我在演这几场戏的时候都不觉得荒谬 因为以前我跟大S出道的时候 真的经历过很多非常荒谬的事情 就是整个脸涂黑 或者是扮成老鼠 为了过鼠年 然后大家真的看不出来我们是谁 那十二年怎么办 还好十年我们已经成名了 我们有办过那个什么大胃王比赛 然后那集都是请素人跟明星 然后就来看那些大胃王有多厉害 结果换来就有一个民众说 他是吃饺子大王 然后我们就说欢迎吃饺子大王 然后他就吃吃吃吃吃 吃到第三课的时候就这样 然后就真的把整个水饺给吐出来 然后我们看了都傻眼 就说先生 你还好吗 你真的会吃饺子吗 然后那一段就变得太好笑 我就一直笑到要飙累 结果那集竟然收拾很高 它其实是好笑的喜剧 可是是感人的 因为它不悲哀 因为最后结局其实算了 这样会不会剧透 会啊 快结束就没问题 就是快结束吗 主持人是直男 对啊 他看着别人哭 他自己 而且你一直强调别人有哭 然后你的表情很冷漠 对啊 所以你是不喜欢这部电影是不是 没有 我是觉得很笑 笑得多 所以笑的地方你有笑出声吗 没有 是微笑吗 就像我这样微笑 冷静的微笑 你用我们的节目下饭 所以电影是 那电影是用来干嘛 没有 有娱乐 有娱乐 有娱乐就好 所以就是没有失望或想要大骂什么的 我看完了 你说你看完是一个成就是不是 就是 很多电影你不看完了 所以你是 你是骄傲的文青吗 讲一部你最爱的电影 我听听看你程度有多高 去年在马伦巴或者是断了气 海边的曼彻斯特 对啊 就喜欢香港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 哦 OK 所以还是要有接地气的感觉 怪就是你的怪在你是香港人 不要跟主持人吵架 我们现在碰到在网路上面自拍的人 或者是直播的人 很多人其实都把他们的生活当成是明星在做 所以这种全娱乐时代是来临的 康熙来了缩影了全世界的这个气氛 就是S跟我身边 就有很多晚辈会说他们想要进演艺圈当明星吧 然后总得让他们看一下说这个圈子有这个圈子的困难跟荒谬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娱乐这件事情它必须永远都存在 就除非像你本人不喜欢娱乐的话 你可以走文艺路线 可是如果真的 你不要因为人家没有称赞我们电影就一直攻击 不是我的意思说娱乐这个东西它必须存在 而且明星的存在太好了 因为明星的存在就可以让民众有骂不完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明星很棒 因为明星永远都爱整形或者是爱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你现在在出自传吗 没有 就是说民众很喜欢有这些东西可以聊 对啦 就是供应话题 对 娱乐的人当然会对活着感到疲倦 最好的娱乐人常常是常常在碰触人生黑暗的部分 他会变成很好的娱乐者 所以很多人见到私下的周星驰也好 或者我们如果读卓别林的传记 是跟我们想到了嘻嘻哈哈的他不一样 他得要绷紧全身的神经才能好好的娱乐别人 然后他得要累积很多的黑暗才会化为光芒 这些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至于说我们两个有没有对活着感到疲倦的话 很容易吧 我觉得只要是人类都会啊 对 其实你的生活多美满 你就是会感到疲倦 我觉得就算美满都会令你感到疲倦的 因为一直保持美满是很疲倦的事情 感到疲倦哦 行 阿宗 吉兰